火葬费用太高,人们都葬不起了 为何还要推行火葬? 火葬顾名思义就是人去世后 用大火焚烧尸体 家人将尸骨捡走下葬 火葬历史悠久 在佛教和印度教中比较盛行 早在周代以前 我国的火葬习俗已经出现了 到了宋代 火葬习俗达到鼎盛时期 可是 由于我国一直以来都是盛行土葬 所以啊 即使宋代火葬达到鼎盛 火葬率也只有30%左右 土葬一直是人们的首选 直到现在 我国重新倡导火葬方式 可火葬率也并不是很高 原因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外 还有火葬的费用有点高 据了解啊 一个逝者的火葬费用高达两三千块钱 在城里还要买地安放 虽然呢 这点钱对于一些人来说 就是一顿早餐钱 可是人们的丧葬压力还是有点大 在相关部门倡导火葬时 民众怨言四起 纷纷表示活着买不起房 死后还买不起了 甚至还有人怀疑 这是某些单位敛财的一种方式 其实啊 只要看完这个视频 就能明白 相关部门为何极力倡导火葬了 事实上 土葬比火葬更加费钱 去世过的朋友都知道啊 土葬不用花钱火化 可是直接拿去埋 但是尸体还需要停留几天 做一些后事 这就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因为土葬的习俗很讲究排面 在农村 一个人去世啊 家人帮其料理后事 最少得要几万块钱 而火葬后 家人拿乙骨回家 虽然也有排场 但是这种排场小很多 首先就不用花大价钱买亮丽的棺材 也不用让大量的人员呢 扛棺材上山 其次办理后事也简单的多呀 只需要一天就够了 所以总体看来 土葬比火葬更麻烦更费钱 当然了 按照官方的说法 倡导火化制度是为了节约土地 土葬需要一个很大的棺材 因此占用的土地会很大 我国的国土面积是世界第三 可是人口世界前二 并且地形很复杂 有很多土地可利用率不高 令我国的耕地红线受到严峻的挑战 而土葬的坟墓 一般要达到三四十年 人们才会放弃 如果人人都实行土葬 那么可利用的土地会更少 火葬就不一样了 火葬后一股可以洒入大海 葬在树下 或者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占地面积更小 然而一些农村的火葬 占用的土地面积依然不小 但比土葬会有些改善 且农村的土地比较多 因此并没有强力倡导火葬 同时火葬后会有统一放置遗骨的地步 不过需要花钱买位置 很多人放几年没钱续费了 就只能放弃 土地资源就节约下来了 此外火葬有利于杜绝迷信行为 有很多地方的土葬洗索 有着浓厚的迷信行为 比如投胎转世等等 有些适者满一两年后还没化为白骨 民间会有很多迷信说法 解释这样的现象 把尸体烧掉就没有那么多事了 所以实行火葬就能很好地破除这些旧观念 还有火葬会更加环保更加安全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人去世后由微生物将其分解 在此过程中会散发出很难闻的臭味 对环境的污染很大 同时尸体腐烂时有些血水等污染物潜入地下 与地下水结合容易造成严重的水污染 更重要是有非常多的适者 在生前患有严重的疾病 病毒容易传播到自然界中 火葬的话就能把病原体烧死 而且也不会引起环境水源的污染 由此可见 火葬的好处比土葬多 那么你更愿意土葬还是火葬